记者吴正峰台北报导 许称二男士色情按摩店负责人于柜台协助男客选飞并从中抽头获利 今年被潮装寻方客的远警查获 依防害风化罪法办 两男时口否认这些小姐帮客人打手枪 但法官发现包厢门上有毛眼隐秘性低 木板隔音效果奇差 认为小姐与顾客嬉戏 挑逗言谈身影等各类银声浪语 外面都听得到 若美许称二男容许 怎么可能毫无挂虑提供性服务 判两人4月徒刑可一颗罚金12万元 台北地院质疑 两男子称为了小姐安全 才在包厢门上装猫眼 但有外监控内仅无隐秘性 小姐怎么可能冒着被发现的风险 按自信交易 两男又说会不时在外驯房 聆听包厢有无异样 但隔音极差 小姐与顾客在内裸露 护摸发出的音声浪语 两男听不见吗 北院指出 南客支付2300元给柜台 可享有半套性服务 无需额外付钱 小姐若没彭分金钱 何必帮客人打手枪 族任柜台人员有容留猥亵 行为盈利犯行 今年2月间警方获报 这家按摩店提供选飞打手枪服务 便派两名原警假扮 巡方客上门消费 原警入内后支付4600元给柜台 柜台人员带领两人到不同包厢 过没多久又带了6名身材 将好女子进入包厢供挑选 原警选飞完毕 先换上植内裤趴着 让小姐按摩背部与腿部 约半小时后翻身 贺锦仪对双风裸露 立刻表明身份并通知埋伏 警力小姐承认替男客打手枪赚钱 柜台向每名客人收取2300元 他们可从中分得1000元 许晨二人则是全盘否认 声称每小时2300元 纯属按摩费 小姐也变成为了赚小费 才提供半套性服务 但男客否认有给小费 因此佛心免费打手枪 为获法官财信